我们收到盒子之后 准备三杰7号简净电池 准备一个螺丝刀 十字的螺丝刀 然后我们打开钥匙盒的底部 从我们的螺丝包里边取出一枚黑色的长螺丝 因为黑色的是专门固定在那个钥匙盒底部的电池仓里的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用三杰7号电池 也可以用CR123A的电池 好底部拧紧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正常开锁 我们收到之后的话 是任意指纹就可以拿开盒子的 处置密码是123456 我们可以手机上下载涂鸦智能 这是我们一个简易的操作步骤 一个说明书 大家可以根据上面的步骤来进行下载涂鸦智能 然后进入首页添加设备 确保我们的手机蓝牙和定位功能已经打开 好 手也会弹出我们这个设备 正在绑定过程中它会亮蓝灯 好 绑定成功 我们滑动可以进行蓝牙开锁 绑定之后呢 初始密码123456就已经失效了 我们可以进入成员管理里边来进行添加指纹 开始采集 我们录入指纹的时候尽可能录入不同的角度 这样能够保证指纹的识别率有更高 我们试一下 好 可以开锁 再设置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可以用作固定密码 名称我们自己能记住就可以了 好 设置成功 我们试一下 好 可以开锁 再添加一下卡片 我们的NFC卡和刺卡都是在这里添加 名卡还有NFC卡都是在这里添加 好 我们来尝试刷卡开锁 开锁成功 已经上锁 然后我们进入临时密码当中呢就可以设置我们平时如果在外地的话就可以去生成这种临时密码 里边有现实单次动态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远程生成的密码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生成 我们来获取一个开始风筒使用 把我们的蓝牙断开 好 设置成一个试一下 好 开锁成功 好 已经上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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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